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兄弟志愿平安 今天我要用感恩的心 来介绍台湾报报第一位 宣告师 玛街普书 因为我的母亲的家座 很早就奔赴得救 和玛街普书有很亲密关系 我一岁就听中华说这些故事 大半夜后 我也看到 玛街的一季 丁丁这些故事 对我来说 玛街的故事 是活生生的故事 也是我家庭世代 坚定信仰的起源 玛街博士 他在1844年 生在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 美国 英国 受过很好的教育 包括神学 医学 年轻的他就有了强烈 要到远东宣教的使命 终于在他27岁1871年的秋天 他从加拿大启程 辗转来到台湾 年底他抵达打狗 也就是今天的高雄 这时南台湾已经有 英国宣教师 玛雅各 李修牧师等人 在此宣教七年了 于是他跟着李修牧师 学习台语 以及台湾的宣教经验 当玛街听到台湾北部 还没有人去传福音 于是毅然选择 要一个人单身来北台湾拓荒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 在1872年3月9号 由李修牧师得马太医生的陪同 在午后三点 船慢慢的进入淡水河口 玛雅看到眼前美丽的景色 就在他的日记里这样的写着 就是在这儿啦 我驾驼 看见七处的山顶和红红的观山 我的心有大大的麻酌 我的心很平安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以后要打拼的地方 这是距今150年前 马杰博士在淡水河口 满腔热血的一刻 但是登岸之后一面而来的 却是居民 拿着石头 锄头 拨粪去赶他 和许多不堪入耳的辱骂的言语 但他不以为意 第三天他就跟李修牧师 得马太医生 步行南下直到台中大社 这距离大概快要200公里 他观察他要熏教的范围 并且跟李修牧师建立了共识 要以大甲西为界分成了南北教区 各自为福音打拼 在与李修牧师分开以后 马杰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勘察台湾北部 回到淡水 租了一间简陋的马厩 当作步道所和医疗所 并在几天后的礼拜天 他立即用学了三个月的台语 开始讲道 这些难度很高的事情 就在他登陆淡水 35天内快速地进行 他奋不顾身 勇往直前 广传福音的态度 直到他离世 丝毫不改 所以马杰博士 最让我敬佩的事 就是他用两支轿 翻三越岭 一个城镇 一个乡村 一条街 挨家挨户去传福音 他不怕狡猾的河洛人 强悍的客家人 也不怕当时还有一些 会杀人的原住民 他的足迹 遍及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 往北到达基隆 往东到达了宜兰花莲 马杰好像神国的战士 在福音魏德之地勇敢出征 在台29年 共建立了六十间的教会 引领将近五千人信主 其次我非常的佩服 马杰博士 有牧养的智慧 他重视教育 除了教导圣经引人归族 也介绍人文地理自然知识 开启百姓的见闻 也从西方引进了蔬菜种子 如蔡桃啊 古兰菜啊 蔡灰啊 葡萄啊 葡萄啊 蜜豆啊 还是人籍 这些 经济 他来教农民 种植 因此吸引许多人来跟他学习 马杰在淡水第一次主日讲道后 没几天 就有一位清朝官吏的年轻幕僚 名叫颜清华 跑来用如道佛的观念 跟马杰辩论信仰的问题 临走 马杰送他一本圣诗 这些歌词的内容 深深引发颜清华的思考 没过几天后 他就带了几位朋友 表示要以打扫房子作为条件 来拜马杰为师 这一天 就是马杰在台湾正式实施教育 特别是神学教育的头一天 隔年 马杰第一次施洗 共有五名信徒受洗 包括二十二岁的颜清华 他就成为马杰第一位信徒 日后也成为北部教会 第一个本地级的传道师和牧师 他是马杰博士在台宣教 牧会办学最得力的帮手 这位颜清华先生就是我母亲的旧公 他的妹妹颜玉娘就是我母亲的祖母 第三 马杰很有智慧和元见 他能广设这么多教会 和他懂得栽培信徒有很大的关系 他在每一趟的旅行步道 一定会带学生跟着他去实习 或讲道或领唱 等到他们老练了 就派遣他们去墓会 旅行中他会提供 瘧疾和治疗脓疮的药 和拔牙齿等等的医疗 解除许多病患的痛苦 慢慢的 许多百姓开始接纳马杰和他的学生们 1880年 马杰来台的第八年 应命回加拿大叔职 在他的报告中感动许多的人 于是他目得了将近一万块的美金 让他得以回台湾以后 就创立了牛津学堂女子学校 而这些事工持续了一百多年 拓展成为今日台湾省学院 淡江总学真理大学的前身 而他所设立的该医医 也成为马杰医院的前身 马杰是秉持着他的座右铭 都是为亚所 来开展宣教教育医疗 这三大项的事工 这个影响力直到今天 马杰自登陆淡水 就尾声全心爱台湾 原本的抱着独身的他 为了融入本土 在台湾同工的劝说下 在三十四岁娶了台湾女子 张聪明为妻 生下恶女一子 有很精彩的故事 1901年57岁的马杰 因为到处奔波体力渐衰 加上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 他时常要面对数十数百人 大声讲道 因此他患了喉癌 临去世的一晚 他在夜里起身去敲响学校的钟声 集合学校的师生做了告别勉励 并遗言将他的遗骸 藏在台湾人的墓区 他要化作台湾的泥土 六月二日 马杰离开世间 他在台宣教二十九年 妻子子女 都继承他的信仰与异象 他实践了他的先知 灵愿烧尽不愿朽坏 马杰为耶稣基督打了美好的仗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